为何唐三至今从未使用耗天锤的十万年魂技 难道是因为魂技太多使用不过来 还是因为泰坦巨炎的十万年魂技不够强吗 自从唐三吸收完大名二名的两枚十万年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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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经历了多次大战 而细心的小伙伴肯定发现了 在战斗中经常出现的那便是天青牛莽的十万年魂魂魂魂魂技能 以及泰坦巨炎的魂魂魂技能 其中使用最多的便是天青牛莽的十万年魂技 唐三不仅使用蓝银皇的双重第九魂技击杀了95级的局斗龙 并且强行使用蓝银天青龙之魂 或除了比比东的第八魂技生死去一梦 蓝银皇的十万年魂技虽然威力不足 但所消耗的魂力也是十分大 所以唐三对两枚十万年魂魂魂技能的释放也是十分频繁 因为魂魂技能与魂魂技能大不相同 魂魂魂技能不仅能达到十万年魂技的威力 并且对自身的魂力消耗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附加在浩天锤上的十万年魂技就被唐三所忽略了 不过这不代表附加在浩天锤上的泰坦巨猿魂魂很多 他让唐三获得了泰坦之锤以及大帝之力两个十万年魂技 其中泰坦之锤的威力仅次于大须弥锤的炸环 而大帝之力也是一个十分强横的控制系魂技 小编认为唐三之所以从未使用过浩天锤的十万年魂技 是因为浩天锤其他自创魂技威力也是十分不损 例如浩天锤的乱披风之舞 以及浩天九诀等诸多自创魂技 这些魂技不仅威力十分不俗 对自身的魂力消耗更是微乎其微 而唐三使用浩天锤战斗的第一反应 那便是使用这些威力不俗的自创魂技 而相较于魂力消耗巨大的十万年魂技必然不是首选 再者来说唐三的魂力已经突破到封号斗罗级别 面对一般的对手必然能够轻松地拿捏 一般的封号斗罗只有九个魂技 而唐三的蓝银黄不仅拥有十三个技能 并且唐三还掌握着唐门诸多的顶级暗器手法 另外还有神器海神三叉戟以及黄金十三式的价值 因此唐三基本没必要使用浩天锤的十万年魂技 另外他不使用浩天锤魂技与魂环还未全部补弃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唐三结束立马平原之战后 便会前往落日森林将浩天锤的魂环补弃 并且浩天锤的最后第九魂环 更是取自于一只修为达到百万年的深海魔精王 试想一下如若浩天锤的魂环全部补弃 再配上浩天宗的独门绝学大须弥锤炸环一并释放的魂 威力会达到何等恐怖的境界 对于唐三一直不使用浩天锤的魂技你们怎么看呢